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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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必须要延续上个礼拜 我们所探究的 今天要探究的课题 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说明 今天的课题 比上个礼拜我们探究的课题 还要难 为什么呢 因为尤其是在这个转悟 转悟为什么同与法生如来 这个法生如来 既然上个礼拜老师已经强调过 不是指那个大侧大物的 正的大极灭人的那个如来 但是这个法生如来 众生 五蕴生 为什么可以成为法生如来 这个 这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所见的一城一物 一花一草 为什么你会被转 为什么你会被转 你没有办法 来转悟为自己的心性 为什么 这个三点 是今天我们所要探究的 而且你了解事 了解礼 那么礼跟事无碍 为什么可以事事也无碍 你了解这个礼 那个礼是建立在什么礼 那有人讲说 借事要弦礼 你建一切的事项 不管是大小的事大小之物 你要了物 要马上契入什么礼 你要马上契入什么礼 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学佛重点是在于 你心性 你心性上的探究 而不是一直在追逐文字项 文字项它只是一个工具 它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住院 你认为你要在文字项里面 找到物 这个是不可能的 昨天呢 这个娟娟 上个礼拜娟娟 因为有个大事要去处理 结果他非常的慌 在家里 听音声堂 听说听了十几次 他说我都不相信我听不到 我觉得一直听 最后总是被他听了解 接下来就渐渐的契入异理 后来就谎扬大悟 不晓得他今天会不会大悟 会不会是如在大悟大雨中的那个大悟 我们就看他今天如何契入这个异理 还有为什么禁婚会被相分转 为什么禁婚会被相分转 而且通常我们讲不动道场不动道场 大家都知道要在道场里面发心 要供养三宝礼敬三宝清敬三宝 但是真正的我们的这个圆明不动道场在哪一个地方 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有的人也许认为老师上课的时候 会请一些学员来回答一些问题 所以总是会提早几分钟来在课堂上了悟 老师跟你讲十几分钟 虽然可以让你设念 但是你要去住异理没有那么简单 就十几分钟假如真正能够去住异理的话 那必须也是要延展到你数日来数年来数月来 对不对都一直在摸索的一礼当中 忽然间藉由世尊心境大法的这一个开选 你连串起来了 你连串起来了 这个都是点滴功夫 就是点滴功夫 你要是认为你所看的这个名相 不管是一句两句 就让你能够大测大悟 除非你是来视线 除非你是视线的圣者 或者的话你要借着举句的名相 你想要大测大悟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小中能限大大中能限小 为什么 虽然这个假如是老参的话 应该是已经是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 听到老师再来解析 这个十玄门当中的 当中的所谓的广辖无碍自在门 但是这个十玄门里面的这个广辖自在 你要知道广跟辖为什么可以自在 要从哪一个地方去入玉里才可以自在 广是广,辖是辖 大是大,小是小 尤其是你这个五蕴身当中 你要在五蕴眷全的身心当中 你要是了知大跟小 对不对 你能够转悟 那何来会有大小 怎么转 从哪里转 对不对 不是从眼睛 不是从肉眼去转 对不对 肉眼看了几句名相 你认为我懂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去入其他金圈的义里上 你又什么又恍神又有插入 这个就是表示说你的剖析度 不够怎么样 不够透明 什么叫做透明 透明就是本无一法可然 本无一物可欺负你 没有办法来牵扯 没有办法来欺负你 虽然宇宙万华它本质如辱 对不对 它不会绑住你 也不会障碍你 那为什么你会被障碍 你本来就是精进 对不对 本来你就是持住 本来你也念佛 为什么你见悟见世 你还是被悟转 被四项转 尤其在四项上所产生那种 七种的情绪 喜怒哀乐爱物欲 你不但不能转悟 而且还被七种情绪所牵绊 所以说众生 要从世尊的心境大法当中 你若是没有按部就班 你想要说认为你几句名相 你背了几句名相 那你认为你就可以大悟的话 我刚才已经提示过 除非你是圣者再来 否则的话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要渐渐的让它变成可能 为什么可能 你要知道悟 为什么你称它为悟 本无違法可得 为什么你信中还有悟 这个悟从哪里来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从第几页 来探究期 277的第几行 第几行 要从第五行开始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从这个277月的第一行开始 连串下来 这个中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字虽然是中 但是这个中是指 本于一体当中 这个一体当中是什么体 就是如来藏真乳不动之理体 要记住 如来藏真乳不动之理体 在如来藏真乳不动之理体当中 法法皆真 法法皆乳 为什么皆真 是唯心线 为什么乳 因为我们真乳不动的理体当中 法法怎么样 法法都是怎么样 本来就离相 你要离得了相才能够理念 你没有办法理想 你说你要理念 这个也是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相像都会牵扯到你的起性动念 你的起性动念就是让你心不自在 对不对 你心不自在之后 你一定这七种情绪一定是概赋你 一定概赋你 再加上你个人的业力 那真是怎么样 也可以讲说 在南部有位菩萨讲说 老师那实在是不好玩 实在是不好玩 那现在我们从二百七十七月第一行 于如来藏真乳不动的理体当中 对不对 来观大观小 如来藏真乳不动的理体 本来就为一成 本来就为一法 本来也无身 更是没有死 也不是有捏盘 所以在如来藏真乳不动的理体当中 众生怎么样 来观大观小 为什么 观大观小 大与小 那个是指物像 就是讲说 你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而在我们的赞然接近心性当中 所现的这个影像当中 那你认为心外的所现的这个假象 你认为他是实在的 所以你在这个假象当中 你观大观小 就是认为你认为什么嘴巴讲 本无一法可得 但是呢 你只要你七种的情绪牵绊你 法法都应该是可得 法法为什么不可得 你就一直在这个可得 不可得 万法是毕竟空 为什么他会空 我就是空不了啊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整个疑问当中 在这个地方盘选 你就越来越用心事 用你的忘事心来牵绊你自己 然后在忘心心当中 加上思维推论 就是我们阿难尊者 所一向他没有办法放射的 这个六十忘心 所以呢 以你六十忘心 对不对 再加上你的法旨 对不对 第七四 有一个分别法旨跟巨生的法旨 对不对 所以观大观小 然后逐境 这个逐境 什么在逐境呢 什么在逐境 什么在攀岩境界 什么样在追处境界 什么在背境所转 那一定是远律心 你也远律心 一直追逐的境外之境界 一直在追逐心外之境 你明明知道心外本无依法可得 但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落入断媚论 不是说心外的法法都是断媚 不对 法它是戒缘 暂时换生换媚 它没有实实在在的体性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假象 你不能够连那个假象也灭了 那就变成外道的断媚空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圆律心它追逐心外之境迁移 这个迁移就是你的圆律心 与心外之下相连续的话 会让你恋恋都被迁移 恋恋随着外境 随着外境而动 你没有办法离向 你怎么可能会离恋呢 恋恋本空啊 对不对 你恋恋都是般若有何不可啊 你就是没有办法了悟境外 这一些假象 对不对 这个假象都是众生的业力 所共同造成的 你也只是千万一分之一的业力当中的一分 所以你没有办法空掉外面的假象 你知道它是假象 但是你却是心甘情愿被牵连 被欺负着恋恋不舍 为什么远律心 远律心跟境界那是能锁不断啊 但是能锁不断 是很坚固的一个执着跟分别 所以说 远律心追逐境界和恋恋的迁移 但是恋恋迁移当中 你要知道恋性本空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让恋性恋恋的迁移呢 还有动被误转 这个动就是说 因为你疑恋的妄动 而你的见分被相分所障碍 因为你分大分小啊 对不对 在你所见的对不对 在你的掩饰当中 你所见的物有大有小有远有近 有轻有书有好与坏啊 那你这个不是被相分所障碍吗 对不对 而且你相分跟物相 他有他的容量 有他的体积 有他的外相啊 对不对 有外相他一定会障碍你 你的真心真性本来是无一物可染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被物所障碍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清楚 你自己要分清 你自己在想 明明知道是假象 为什么你空不了 为什么你恋恋仍然是被牵绊 你这个地方要注意 光是这十二个字 官大官小 主无尽前夷 动被物碍 动就是人类的妄动 就是被相分境界所障碍 又不仅 官大官小 是所谓的是被物所转 即使是官大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因为你认为心外这个法是假象 但是你空不掉 所以你这个物相 他本身有慈爱的 他自然而然 你来分大 你来分小 那当然是你的战然绝境性性 被物相手转 这个手转 这个手转的意思就是说 被牵绊 被吸附住了 在讲的大家都明白 被物相连住了 所以说 以借相上在 这个具象也可以讲是见分 因为有见分 有相分 上在 所以 你六成相未亡 在你的三性 在你的阿赖也是当中 的见分跟相分未亡 都上在 所以六成的相 根本不可能消灭 六成境界不可能消灭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为什么要亡臣 为什么要亡臣 既然像不可得 为什么还需要去亡 亡这个臣相呢 为何 所以说 因为六成相没有消灭 总是成为有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说 你的 你的 建经被物相所障碍了 建经原本是 进去昆佩法罪有 建经它是世间之一 其实建经它是以如来障 真如的离体为题 所以其实建经只是因为 有所谓的同分妄见 跟别妄妄见 同分妄见跟别妄妄见 讲的也就是指的是 三世跟四出 同分妄见就是三世 别妄妄见就是三世加四出 所以你众生就是因为被牵制住 所以说 总成有爱 虚知 物本是心 这个物本是心 意思就是说 千差万别的物相 本来是我们的心体所现 所以说物本是心 在这个地方的法意要清楚 你若是以白纸黑字这样拎下来 就是说物相就是我们的心性 世尊在上一颗 已经剖析的非常清楚 物相就是跟你的心性 你的妙明心 这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他这个地方 他的剖析就是说物本是心 就是说千差万别的物相 都是我们的心体所现之物 所以说心体之外 本无一法可得 那明一之为物就是说 若你认为 你不认为 你不了知千差万别的事相 都是我们这个心体所现 你若明了 不了这个道理 那么你明一之为物 就是明物是实有的 你眼前所见的一件物相 就是实有的 所以说明一之为物 明一之为物 而且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明一之为物 物为实有 则能够葬心 能够爱心啊 障碍你的心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了知万法为心线 你就会认为这个物相是实有 你认为物相是实有 为什么这个物相能够障碍你的心 为什么 因为物物都有它的字体 有它的字相 他们彼此互乘障碍 这个地方要注意 物物有字体有字相 这个你假如没有剖析清楚 你会认为老师 法法不是都毕竟空性 现在哪里有一个字体 我告诉你 字体跟实在体性 这个是不同的诠释意理 要注意 物物有字体有字相 什么叫做有字体有字相 马有马的体啊 你外观看起来 马跟牛不是分得很清楚吗 对不对 马性跟牛性也不同啊 所以说物物这也有字体 有他的字相 所以彼此都会成为一个障碍 物 牛 就是牛相 马 就是马相 牛 牛性 马 就是马性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假如人家问你说 为什么迷之为物 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就能会 就会障碍我们的心性呢 为什么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宇宙万法当中 他都是谁 他都是借着因缘条件所暂时组合的 幻生的幻媚 但是在这个幻生幻媚的宇宙万法当中 他没有实在体性 但是他有他的肢体 没有实在体性 但是他有他的肢体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迷之为物 则能爱心 就是障碍你障碍其间的心性 一如冰 原来是水 冰就是水与能源 所以结成冰 对不对 所以你的冰能够障碍水 对不对 因为水是水 冰是冰 从外向看起来 对不对 水是液体 冰是固体 是不是 如果能够反弥归真 那只可转悟 你怎么个转悟 在这个水跟冰当中 对不对 是不是 冰与热源 他会怎么样 会融冰为水 是不是 那你这个冰不能够离开水 对不对 那你冰融为水之后 冰它的体质本来就是私性 水的体也是私性 所以说水 不至于会障碍水 对不对 私性 不会障碍私性 对不对 是同一性 一样的 我们占人绝境的心性 他本无一法可得 在本无一法可得当中 幻生幻昧的宇宙万华 是我们心体当中 所限的一个影像 在外宇宙万华 它是假象 但是假象投射在我们心体里面 它是影像 所以你要是认为 你心体所限的影像是真 那怎么样 那你就是被物所转 被物所转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再看 教了 世尊要开始 要转悟即可自在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这个如来 你们先看全世文的第五行 这个如来 同如来 这个如来 就是说法生如来 这个是法生如来之一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经文以后 再来连续这个全世文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你看第一个字是若 若 但是转悟之功 就是说你的下手之处 你要转悟你的下手之处 你需要一平的妙字注意 这个妙字指的是指理 指的是指我们零零绝绝的真字 不是你一般所思的我懂了 我了解了 我知道了 大概也许不是这种的智慧 所以要注意你的那个妙字 虚凭着妙字 而且先要悟原理 你要有妙字才能够悟原理 原理要注意 那么你要破法子 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先要悟明心外本无一法可得 法法为心性 是一根公告恩赐 已经讲到恩赐了 所以说 你知道心外本无一法可得 法法为心是心所性的影像 那么你就能够转悟为自己 什么叫做转悟为自己 能够转千叉万别的物相 是为自己的真心真性所现 为自己的真心真性所现 如此呢 你才可以知道 才可以悟了什么天地 这个天地则就是万物 与我 这个我就是你的身心 对不对 天地万物与我的身心是同根 这个根就是说 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万物跟我的身心 都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体为体 所以说万物皆无一体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皆无一体 这个地方要注意 光是这几个字 就会连串到为什么 可以理无碍是无碍 理是无碍 最后到达四十五碍 都要依品的这一前面的第一行跟第二行 好 那么这个就是由 由四法界而误入离法界 注意哦 这边讲的是悟哦 因为你妙次才能够悟原理 对不对 所以是四法界 四法界指的就是千差万别之物像 可以讲说天地万物 对不对 由四法界天地万物与我同根 对不对 而误入于离法界 离法界就是说天地与我身心 那皆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离体为体 所以说如来藏体 就是宇宙万法 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所依之体 好 那此内是由千差万别的四法界 而误入 注意要这个误入 要误原理 所以才能够误入 误入于离法界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千差万别的事项 本质无身 本质没有实实在在的体性 他是以如来藏真如不动之离体为奇 所以由四法界来误入离法界 好 那么现在误原理了 那之后呢 要既而起原修 你没有先误原理 你说你要误 你要起原修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知道依合理而修 对不对 好那么呢 既而起原修 王臣入信 在这个地方王臣要注意 王臣不是灭掉外臣 臣必见空信 你怎么灭他 我告诉你 神信就是法信 对不对 你怎么灭他 你那么你怎么王臣 那很简单 无心于万物 这个就是王臣 无心于万物 那这个就是王臣 王臣 那王臣之后呢 又如何呢 你王臣 你可以入于你的心性 承信 入于你的心性 对不对 然后再以你妙名的心性来融入承信 那这个呢 就如同一发圣主 所以说王臣 入于你的心性 然后再以你的妙名心来融入承信 所以承信就是你的妙名心所限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的妙名心 既然能够融入于承信 注意哦 融承信就是承信 被妙名的心性所融 这个融的话就是所含融 那如则呢 同与法圣如来 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接下来 你已经悟到原理 对不对 那既而起原修 那如同与法圣如来 那接下来呢 你必须要与你妙名本不生媚的自信 这个地方要注意 在你还没有明本性见本性之前 你要注意 你妙名本不生媚的自信 也就是你的根性 也就是你的因地心 诸佛菩萨 都是以妙名不生媚之根性 也就是自信 对不对 当作 怎么 当作因地心 你因地心才能够弃入于果觉 所以才能够契合于如来藏 诸佑 要以妙名本不生媚的根性 也就是你的亲近自信 就是你的六根性 也就是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那讲的话就是以妙名不生媚的根性 来契合于如来藏 因为如来藏体 它的本智本妙本明本觉 如来藏的这个本妙本明本觉的这个觉体 它自然可以原造法界 自可原造法界 启示集 所以说 你妙名不生媚的心性 若没有再契合于如来藏 那为什么 因为如来藏的藏体 他为是本妙本明本觉的这个觉体 这个觉体 他自可原造法界 启示集 但是它的妙用却是无边 所以说 即而常造 造而常去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来藏体 它是本妙本明本觉 它自可以原造法界 那宇宙万法天地万物 是不是都是在如来藏体的原造之下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如此呢 这个礼不碍事 注意 这个礼不碍事 意思就是说 千超万别的事项 皆是一如来藏 真如不动之离体为体 所以说 千超万别的事项 依如来藏体为体 所以如来藏体这个离体 它原造法界 自然它不障碍千超万别的事项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断掉 这个要连串 好 那么呢 是不爱理 为什么讲是不爱理 这个地方 旁边一定要注明 借事 嫌理 事 事 都是依离体而立 所以说 事 不爱理 千超万别的事项 都是依如来藏 真如不动之离体为体 而立 那自然而然 那自然而然 依如来藏真如不动之离体而立的千超万别的事项 那当然它是不爱理 对不对 离体 不爱千超万别的事项 那么借事 嫌理 所以千超万别的事项 依理而立 所以它是 事不爱理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这个 你不爱事事不爱理 这个八个字 你就是像在黏脆瓜 把它黏出来 重点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 你要怎么起元修啊 已经现物原理了 那你怎么起元修 对不对 你怎么起元修 你假如说 没有用你妙明不生妹的根性 来去如如来藏 你怎么样能够你不爱事事不爱理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千超万别的事项 是一和理才能够无爱 对不对 那你如何借千超万别的事 来选离 选出什么离 选什么离 选什么离啊 选出如来藏 那本庙本名本觉 自可原造法界的这个礼 所以说光是这几行啊 你一定阴生党要多听几次 你要转 要转 转你的情绪 要细入于如来藏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如来藏体才可以原造法界 那无一法不被造 无一法不被容啊 那如来藏是本庙本名本觉哦 是不是啊 你要王辰入于心性 你还要用你的妙明心来融入尘性啊 对不对 尘性是被监控是没有错 但是你没有用妙明的心境 来融入尘性 这个尘会变成断灭空 所以在第三行当中 王辰入性 还要以你的妙明的心境来融入尘性 或者的话这个尘就会变成断灭空 你跟外道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王辰入于心性 以妙明的心境再融入于尘性 妙明的心境才可以融入必经空性啊 是不是 这同意法生如来 这个第三行 那接下来啊 你要看第四行 对不对 为什么离可以不碍事 因为千差万别的事项 都是一如来藏真如不动 之离体为体 宇宙万华 没有实在体性啊 对不对 他是假象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维心线呢 因为千差万别的事项 皆是一我们如来藏真如不动 之离体为体 所以离不碍事 因为千差万别的事项 都依离体而建立 那如此呢 千差万别的事项皆离体而建立的话 那你说 是你见一切的事项 他是都是在弦理的 这也是弦理 你见是一切的物项 一切的事项 你知道心外无异法可得 那么为什么 我们战然极竟的心体 可以引现出这个影像呢 为什么 因为千差万别的事项 都是一如来藏真如不动 之离体为体 千差万别的假象 都是以如来藏体为奇 所以 什么样啊 离不碍事 你要借事来弦理 所以 依 理体 所建立的一切事项 那当然他不会障碍理体啊 所以说理不碍事 事不碍理 到这个地方 因生党最起码要听十次以上 对不对 你要悟原理 你怎么去悟啊 用你的忘事心 你怎么悟 对不对 光是你用忘事心 用你的这一个 所谓的 你这个推论思维 在假上 假象上 用思维推论的心 你没有办法去入心外本位 一发可得 对不对 那你呢 悟了原理之后 你要怎么起原修 怎么修啊 王臣 知道臣是必尽空性啊 但是臣必尽空性 你若是把它完全消灭 那你这个诚信 他变成什么 变成断魅空 对不对 所以说王臣入于心境 你要以妙明的心境 再融入于诚信 对不对 那如同于法 圣如来 那接下来你要注意 为什么理可以不爱事 事不爱理 对不对 千照万别的事项是 依真如不动之理体而立啊 为什么要依真如不动之理体而立 因为如来像真如不动的理体 本庙本明本觉的觉体 他只可以涵容 只可以圆造法界的一切法 对不对 所以理不爱事 对不对 依理所立的千照万别的事项 然后见一切千照万别的事项都知道 他所一的理体为何在 所以说理不爱事 事不爱理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一不要落入数目子的观念 这个一指的是指绝代的理 没有相对代的理 指的是指本庙本明本觉 所以说一为无量 就是说千差万别的事项都是一本庙本明本觉的真如理体为体 所以说理体为千差万别无量的事项所一 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千差万别的事项 是怎么样 要归于本庙本明本觉之理体 所以说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一是指如来藏生主不动之理体 如来藏生主不动之理体 它是本庙本明本觉 对啊 含荣宇宙万法 原造法界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为无量 千差万别的事项所一 那千差万别无量的事项 是归于本庙本明本觉 原造法界的如来藏生主不动之理体 所以如此呢 你才可以正如于理事无碍法界 你要了解释法界 再误入理法界 然后呢 你要知道 释法界跟理法界当中彼此有没有障碍 为什么他可以不障碍 为什么他可以不被障碍 千差万别的事项 为什么可以不被障碍 是不是 所以说 法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本庙本明本觉原造法界的如来藏体 为无量千差万别的事项所一 那么呢 千差万别的事项 要总归于 本庙本明本觉原造法界的如来藏 真如不动之理体为体 所以说这个事跟理你要知道他怎么样来分 怎么样来物原理再去原修 所以才能够正如于理事无碍法界 理不爱事事不爱理 才能够正如理事无碍法界 有人说老师当时要说事事无碍法界 你假如能够讲得出来 这一个语意的含义 你到这个地方 就有希望了 就有希望了 所以说要讲到事事无碍法界 你没有了悟理不爱事事不爱理 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证入理事无碍 理事无碍法界 你没有办法契入何来能够事事无碍 对不对 何来能够事事无碍啊 是不是 事事无碍法界就是指 还原经里面所谓的十选六项 对不对 好 再有到时候第二项 再有理事无碍的法界 然后生界无分 理事无碍以后 然后才能够生界无分 他的意思是说 正如理事无碍法界之后 知道理不爱事事也不爱理 然后内根深外气界无分就是说本事 战然接近之心性所限啊 所以说内根深跟外气界无分 好 陈茅相及注意 微尘一个颗粒微尘 还有一个茅端 颗粒微尘 就是所谓的一报最小的单位 那茅端的话就是正报最小的单位 所以说微尘茅端可以相及注意 这个及啊相及是体相及 体相及 用才可以相助 然后呢 小中限大在这个地方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刚才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能够转悟就能够如同于法身如来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一个颗粒微尘 于三千大圈世界 他的理是一致的 理是一致的 意思就是说一个颗粒微尘 以三千大圈世界 没有大小之分 微尘可以限大圈界 大圈界来 关微尘也是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大圈 为什么颗粒微尘可以关大圈界呢 因为怎么样 四个字 都是背进空心 都是微星所限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你这个地方先把它注明 278月跟279月 马上我们会讲到 马上我们会讲到 因为呢 我们必须要顺着 顺着这个 这个全世文 讲完以后 因为278 279 马上会讲到 所以说 颗粒微尘 于一毛端 可相及 体系相及 都是毕竟空心 也可以讲说 这一报跟正报 起相及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 内根深跟外气界 无分 为什么无分 因为他都是我们 主义仗真如不动 这理体所限的影像 所以说 生界无分 自然成毛 可以相色 可粒微尘 跟一个毛端 自可相及 所以说 小众限大 大众限小 著名278 第8行 279 第9行 但是在小众限大 跟大众限小当中 在我们 能源均里面的609月 可以更讲得更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 从这个全世文当中 来显明 小众限大 大众限小 才能够正入 世事无碍化界 小众限大 大众限小 也就是相当于说 一报跟正报 可以相摄入 可以相及相入 体相及 作用相入 作用可以相入 就是所谓的妙用 就是所谓的妙用 所以说 有小众限大 大众限小当中 而正入世事无碍化界 就相当于什么呢 无尽的虚空 无尽的法界都融入于你 淡然之间的心性 对不对 即同以如来 即同以法身如来 称性这个称就是依 依如来照妙真如性来奇妙用 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 如来照本妙本明本觉的觉体 他可以原造法界 无一法不原造 无一法不涵容 无一法不自在 所以说称性作用 作用是奇妙用 所以一切自在 一切自在 那当然就是世事无碍化界 好 那现在呢 在这一个尘毛相及 这个地方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圈起来 那尘尘毛端可以相及 你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 因为内根根是外器界 是唯心所限 所以他怎么样 才可以唯成 一唯成跟一毛端 可以相及 既可相及 依报正报体相及作用相入 所以小中才可以限大大中限小 相当于无尽的虚空 无尽的法界 都是融入于你那个赞然 激进的信心 如此呢 才是世事无碍法界 好 现在呢 请翻到278月 有的人听到277 他就说老师 你再加分析整遍 我跟你说 我再加分析一遍 你又是会怎么样 又会被因身所欺负 所以说要误入法性 误入佛性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怎么误入呢 这个地方有个公案 讲到公案很多人的眼睛就亮起来 因为他们很喜欢 很喜欢来参这个公案 好 习生 来问 这个古影冲禅师 他说呢 这个生问 他说 若能转悟极同意如来 但是万象是悟象呢 对不对 转悟啊 但是呢 千差万别的事象 他是悟啊 是如何可转得啊 怎么个转啊 悟你要怎么转你 千差万别的事象 对不对 他是悟啊 属于悟象啊 你悟你要怎么转你 对不对 他就是说 有形有相有慈爱的 你怎么转他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冲禅师啊 就马上 他一语回答来道破 他说 吃了饭 无蝎子 已至 他意思就是说 只是吃饭 吃了饭 意思就是说 吃饭而已 好 无蝎子就是说 你在吃饭的当下 没有丝毫的意识分别执着 这个就是 无蝎子 亦之亦之亦 亦之亦 这个亦指的是指 你的意识分别之字 吃饭就吃饭 对不对 你在吃饭当中 当下就没有丝毫的意识分别执着之恋的升起了 意思是这样 若有些好的 若有丝毫的这个分别执着之恋 那你就是被物所转 就是你被物所转了 对不对 所以 又有生来问少国师 他说如何是转悟啊 对不对 前面是生物古影禅师说如何可以转悟 那这个呢 这个生问少国师国书 如何是转悟 意思是说转悟是何意啊 就是说 如何 为什么转悟其同意法生如来呢 为什么转悟就是同意法生如来啊 这时候啊 这个少国师啊 他就一道破了 所以光是这六个字 辱悟什么作物 那意思是什么样 心外本物一法可得啊 其实法都不可得啦 哪里有一法名为物 哪有一法名为物像 那所以说辱悟什么作物 意思就是说 你又称什么是物啊 我心外没法可得法法都是毕尽空性 既然没有一法可得 哪里会有一法可以称为是物啊 所以说辱悟什么作物 好 那这个生回答呢 所以说 曰啊 他说呢 那么 则即统如来 也就是这么就是说 要如何 要如何 才能够同意法生如来啊 这个生又在问啊 要如何 才能够成为法生如来啊 这个少国师又马上回答 莫作野干名 注意 这个野干的外型啊 你远远看很像狮子 很像那个狮子 所以说你啊 你不要将野干啊 啊 野干之名啊 当作狮子猴啊 他就是说 不要以你的思维推论的忘事心 来当作是真心啊 啊 你若你同如来 你若是 起了一个意念啊 你要成为法生如来啊 你要立一个如来 这两个字 那又差千里万里 那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你用意识心每一个推测 每一个思维的模式 那离真心真心是越来越远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看人家那些高僧大者 在甘党鬼故 就改革了 改革了 假如我这样子讲的话 到这边已经讲了好几句了 已经讲了好几句了 你们有没有些些能够了解啊 有没有些些能够了解啊 所以你若更回到你的意识心 又隔千里万里 又是说我真心真心是要在哪里 我当时才有好多 对不对 转世成真的 又隔万里啦 甘是只有隔千里 你现在还隔万里了 对不对 真心真心有丢掉吗 对不对 你忘离的当下 真就在眼前啊 他没有离开你啊 是你背弃他 老实话这么说 快 是你背弃你的真心真心 真心真心没有离开你啊 他始终分分秒秒叉叉那那 夜夜伴佛免哦 你拼命要六四旺心 对不对 成为你的什么 成为你最match的 你被牵着走 而且还怎么样 还满怀欢喜心 所以你这个不是野干明 当作狮子吼吗 是不是 所以呢 又持两节之吻 按照相中来解释 相中就是为世中 一日众生 从无始的一念的妄动以来 这个无始一念妄动 这个一念的妄动 指的是怎么样 我们的本庙本名本觉的觉体 他自有他的本庙本名 你若是在觉体上 要再加上这个空 或是有的念头下去 投上安投 这个就是一念的妄动 所以一切众生 从无始节来 因为一念妄动 所以本不生 本不灭的 战然极尽的心性 与生命的妄世心 和和 注意 这个我讲了恩赐 不要以文字相 不要将文字相 来当作你的悟性 本不生本不灭 战然极尽的心性 是妄世 生命妄世心 首一之体 所以我们在文字相 所以我们在文字相上讲 本不生本不灭的 如来造妙真主性 与生命的妄世和和 那个是因为生命的妄世心 是以本不生命的妄世心为体 妄世心不能够离 本不生命的如来造体 所以说妄世 妄世他是以如来造体为体 所以妄世就是藏世 那个藏世 那个世拿掉 就是如来造 所以说你转成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写一个藏世 所以你看如来藏 跟士藏也可以 或藏世也可以 你看那个士拿掉 那就是藏 所以人家假如问你 是要安全因为我转世成字 你跟他说 我生两日 好 然后你就写一个 你就先写一个 两个字 再用三个字 对不对 你说我现在用三长两短来比喻 他说哈? 什麽? 你转世成字 才经过三长两短 这样 我还要考虑 对不对 人家说三长两短 世俗上的人 都会想在哪里 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不是 我用两个字 跟三个字 来跟你绝缘 他说两短是怎样? 你就跟他说四长 三短 就是如来藏 如来藏 就是我们的佛性 以佛性来讲 就是说众生都有佛性 但是佛性在禅 就是说被我法二子所禅 所以说佛性在禅当中成为如来藏 所以说你看如来藏 跟世藏 你说要转世成字 好 那么你转 那个世拿掉 世转 转世 那当下就是藏 就是如来藏 所以说我用三长两短 来跟你结缘 他就了解了 他现在如果记起来 他不会去记那个四长 跟如来藏 他只会记那个三长两短 但是他会讲 只要他讲得出来 但是你事后要跟他讲 你跟人家结缘的时候 千万不要讲说 我以我的三长两短 来跟你结缘 你会把对方吓到 对不对 你说不是 我是以三长的如来藏 这三个字 与二短的这个世藏 来跟你结缘 这样的话就加强 加强众生 他在世跟世藏 跟如来藏当中的一个区别性 好 此世 此世这个世就知道 这阿赖也是 阿赖亚谢 阿赖也是有见相而分 但是众生无事解来 不知道这个见分跟相分 这二分 本来就不离我们的一个掌心 为什么刚才已经说过 阿赖也是 是不是以如来藏体为体 因为阿赖也是 他本来就没有世代体訓 是在我们本不生 本木妹的藏境当中 加上一念的妄动 所以成为阿赖也是 所以说阿赖也是当中 虽然 具有见相二分 但是见相二分 本来就不能够离于我们的如来藏妙 正就是 对不对 假如众生以能见的见分 注意能见 这个能见指的是是忘能 以忘能的这个能见的见分 来直取他所见的相分 那就是如夏文所说的 自性取自心 注意这个自心 这个自心指的是 你用忘是心 来取自心 就是说你用忘是心 也就是说用你的 这一个见分 再来取 你这个阿赖也是当中 所幻生出来的相分 所以说见分 取相分 相当于自心 对不对 见分是不是阿赖也是 里面所幻化出来的见分 那这个相分 是不是依怎么样 境界维缘长六粗 有没有 这个相分指的就是 就是第三细阿 对不对 所以说自性取自心 揮幻 本来 会有犯法的 本来没有虚幻的话 在我们的如夏藏体当中 本无依法可得 哪里会有虚幻的话 但是就是因为 你用你的见分 来取 见分所幻化出来的相分 所以说自心去自心 本来没有虚幻的幻化 反而成有虚幻的幻法 此为迷己为物 迷 迷就是迷失了 你将你的真心所限之物 当作是心外实有 有法可得 对不对 迷失自己的真心 真性 迷失了我们真心 真心所限之物 你认为是心外有法可得 对不对 所以说团取 虚微的四大 对不对 为我们这个五蕴生 对不对 那外界跟这个器界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四大 跟六成 也是不离以四大跟六成 所以说此为迷己为物 那既然迷失自己的真心 真心所限之物 你把它当作是实有法可得 那当然你会迷失了你的本心 就是说将真心认作物 而不了之 那物物 一切的物像 都是真心所限 所以说如此的话 就相当你的真心本来没有真正遗失 却是怎么样 却遗失了 却相似遗失了 你不晓得宇宙万法 是真心所限之物 对不对 你认为你将这个物像当作是真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迷失了你的真心 真心 由此注意 心物两分 心物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什么 本来你战然寂静的心境当中 本无一法可得 那你现在迷失了自己 真心所限之物 你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那所以就变成心物两分 也就是变成有了见分跟相分的二分法 如此呢 你见分 很被相分手转 为什么 为什么见分很被相分手转 自心取自心 见分是不是你自心幻化出来的 是不是 对不对 取自心你的相分 是不是也是你的自心所幻化出来的 所以说自心取自心 也可以讲说见分取相分 所以说见分很被相分手转 原本没有见分是没有相分的 没有见分是没有相分的 对不对 因为见分是个妄人 他要见五名的夜相到底是何种境界 对不对 所以你就带出了相分 就是因为有见分要见五名夜相 见会面的空是何物 所以将会面的空变成怎么样 变成有四大 那有四大就有一个六成的境界 所以四大六成构成一切的物相 所以说见分很被相分手转 如此呢 主物以 就是说你如此的 你的这个见分 攀缘相分不断 而你的这个见分 则被相分手 所欺负所牵绊 于是呢 在这个相分当中 就是心外 本来是毕竟空 心外本为一法可得 你现在变成怎么样 变成心物两分 就是说 认为心外所限的一切物相 是真的 是真的有法可得 有法可取 所以在所见的相分当中 来观大 再来观小 就是说 你见分 攀缘相分 你的见分 被相分 所牵绊 所欺负 你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因为你迷失了 不知道都心外本为一法可得 所以在心外 所限的一切物相当中 所以呢 你的见分 管所见的所有的相分当中 你的相分当中 管大 管小 听不懂 那是不是你自找麻烦 对不对 你若是见分 很被相分转 你的自信取自信 你说你 可以转悟 那才怪 对不对 所以说 故于所见的相分当中 来观大观小 又能够转悟 其同于如来 那这一相中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见相二分 就是像瓜牛头上的那两只脚 那出则成双 这个双指的是见分跟相分 这个比喻 好 那么当见分跟相分 你把它收回来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见相二分 对不对 所以说瓜牛头上的两只脚 是收回来了 是不是在瓜牛的本体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 例如 瓜牛之两脚 粗 则成双 这个粗的意思就是说 虚幻 虚幻的生出见分跟相分 若了知 心物本不可分 都是什么 唯心所限 那么就收则归于一体 收则归于一体 好 现要转悟 就是如今 要转悟 相分就是悟 相分即是悟 相分就是悟相 千差万别的悟相 但是 你要转悟 必要怎么样 有什么去转他 练出来 整句练出来 相分即是悟 相分即是悟 必要怎么样 练三次 自己念 自己对自己念 好 啥瓣 这样 有些个悟对吗 你说要转悟 是要见分去转他 知道见分去转 但是怎么个转 但是要如何转 好 再练出来 子弹要什么 弹要什么 练三次 第一句 两个大声 第一句 小声 第三句 自己听有就好 练三次 好 很好 太小 不是叫你分层 太小 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于你的语言 阴身相 而是要在你的语言阴身相当中 要聚聚 去入你湛然接近的心境 所以说只要见分不取相分 你见分不取相分 意思就是说你见分要入入不动 对不对 你要完成才能够入信 前面讲过 第几页 二百七十七月的第几页 第几页 第几页 王臣入信 所以说你子弹要见分 但是你这个地方要讲乳乳不动 肯定你要乳乳不动 对不对 你要王臣入信 而且你要用你的怎么样 妙明的心境去契入 去融入相分 融入诚信 这个才就是所谓的见分不取相分 所以不取五无非凡 就是说你见分不取相分之当下 就无有能所对立的幻华之幻生 对不对 这个地方再讲一次 你若是见分如如不动 你王臣入信 你再用你的妙明的心境来融入传信 如此呢 就是见分不取相分 当你见分不取相分的 这是当下 者 无非凡就是说 本来就无有能所对立 那者 非有犯法的幻生 那无非凡就是 无有能所对立 非有幻法的幻生 那虚幻的幻生 好 非幻上不生 就是说 本来就没有虚幻的幻法可生 对不对 那幻法有云和栗 就是非幻上不生 所以这个非幻意思就是说 当你能所不对立之时 那当然就是万里真心极显 对不对 这个非幻就是说 没有能所对立之时 见分不取相分之时 就是非幻 没有能所对立 非有幻法幻生 那就是相当于 旺是理 真心真心就在当下极限 所以说 非幻这个地方就是指 旺理真极显之当下 灰幻幻上不生 意思就是说 这个真心显的当下 也不能够再立有一个真心 因为真心 他本来就是本真 本妙本明 忘离 这个是因为你要见分不取相分 那你见分要不取相分 你见分要如主不动啊 对不对 你见分怎么如主不动 对不对 你见分就是要完成入于你的妙明心境 然后你的妙明心境再入于成性 再融入于成性 如此 见分不取相分 对不对 在见分不取相分之当下 本无能所得虚幻的话对立 那么忘离真极显 但是呢 亦不可立有一个真心 真心就所在 为什么 你那个是忘离真显 不是原本的那一个真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忘离真心就在当下 真心在当下是指你虚幻的意识心 真理的当下 真心真心就在当下 你要是在立一个忘离之后 我就有一个真心真性显现出来 你所认为的那个显现出来的真心真性 对不对 那也是非真 所以说灰幻上不生 就是说不可再立 在灾难我们洁净心情 因为忘离嘛 所以说恢复我们灾难洁净的心性 他很常是如如不动的 上不可立有一个真心真性的生气 忘离真当下 真就在当下 你不要再立一个 我有一个真心真性在忘离之后 我的真心真性自然就会显 他本来就是显 只是忘是遮盖而已 忘是离真心一直在当下 他明明白白的显现出来 所以说灰幻上不生 对不对 你这个灰幻就是指你灾难极净的心性 恒常本质如如不动 你不可立有一个你真心的一个生气 所以说灰幻上不生 幻华云和立 你虚幻的幻华就是指向分 你向分又云和可立 所以说只要见分不取向分 对不对 好那么灰幻上不生 虚幻的向分又云和可立 你真心真性都尚可不能够立一个真心真性 那虚幻的幻华又云和可立 是不是为什么要如何转法 对不对 本无一物可转一 对不对 因为幻华本是不生 其有一物让你转 但是你要注意 本无一物你要注意 完成你要入于心性 这个地方要注意 完成你没有办法入于心性的话 那你完全要变成断灭空 对不对 那你还是一样 物跟心性还是两分法 你将物变成什么断灭空 对不对 我们零零绝绝 战然极境的心性 他是零零绝绝 他是囧头根层 他本来就是怎么样 本来就不被根层所欺负 所以你不要以为王尘 把尘灭掉了 你的战然极境的心性 才可以才可以恢复 战然极境的心性 本来就没有失去 你要恢复什么 那是因为你虚幻的法遮盖他 你虚幻的意识去遮盖他 妄施离境 他就在当下 但是你也不可利说 我有一个真心真性 对不对 真言真性 岂是你意识心可以利的 是不是一本本就是当 所以说妄理真极限 就在当下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失去 为什么你说你要转入 其实说是在本无一物可转 对不对 灰幻善不生 幻法云和利 是不是 本无一物可转 例如信中 例如华元宗跟金刚经 曾经提示过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所谓的不取一向 为什么 对凡夫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不要受假象影响 这个就是不取一向 但是 对于有境界的 就是说他的根性 是中上根性的 中根性跟上根性 他知道万物天地乃是真心所限的影像 所以前面有讲对不对 万物与我都是同什么 天地与我同根对不对 在277月里面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不取一向 就是说见分不取相分 对不对 但是要如何转化呢 见分要如如不动 因为本无 什么 本无见分可得 见分是一念文明的妄动而来 是不是那相分呢 更是因为见分要见虚幻的惠媚空 是什么境界 惠媚空本无一法可得 所以见分的妄能将惠媚空带出什么 一个四大 四大 然后四大有六成 所以会造成有一个相分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不取一向 就是天地万物乃是真心所现之影像 好 那这个如如不斗 前面已经讲过了 赞然极尽的心性是恒常 他本来就如如不动的 他是理念理向无所处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赞然极尽心性 他是恒常本着如如不动当中 你不可以再立有一个真心的生气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 278月的最后一行经文 身心圆明不动到场 注意哦 身心圆明不动到场 这个地方仍然是属于理事无碍法界哦 身心圆明不动到场 这个不动到场指的是我们真如理体 所以说这个仍然是属于理事无碍法界 好 好现在已经翻到279月 好这个地方要注意 要注意好 此段是在显明 我们的藏体是自在的 他仍然是属于理事无碍法界 好我们如在藏体是自在 因为他可以原造法界 对不对 因为他是本妙本明本觉的理体 好自可以原造法界 好所以说此名藏体自在属于理事无碍法界 众生迷失 妄认四大为自身相 这个地方有四个点 你必须要注意 妄认四大为自身相 接下来第二行 妄认六成圆影为自身相 再又来又妄认诸法为心外实有 对不对 这个是三大点 接下来 如今既能够转悟 虽然是本无一法可转 但是 生是为法性生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现在 回复到第一行 宋生迷忘 妄认四大为自身相 就是说四大 团举四大所成的一个 你这个五蕴生 妄认四大为自身相 如此呢 就是被内四大所留爱 被内四大所留爱 对不对 而不圆 那妄认六成的圆影为自身相 注意 什么叫做圆影 圆影就是六成所投射出来的假象 对不对 因为宇宙万华都是以如来藏体为体 对不对 那如来藏体会显示出 这个宇宙万华所投射出来的这个假象 我们的心体所现的那个是影像 所以说我们心体是宇宙万华是心所现 所以心所现当中是现出那个影像 就是万法的假象 所以在我们如来藏体当中是本无一法可得 心外本无一法可得 众生却是认为法法皆可得 就是说你认为法皆可得 所以你会被六成的境界所束缚 被七成的情绪所欣服 所以说妄认六成圆影为自身相 如此呢 你就会被六成来障毙而不明 那就是所谓的任务为己 任务就是任四大六成为己 又妄认诸法为心外实有 就是说心外实有宇宙万华可得 妄认诸法为心外实有 所以他认为心外实在是有法可得可取 那如此呢 其实迷己为物要注意 任务为己跟迷己为物要注意 迷己为物就是迷失了自己的真心真性 被物所转 意思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一念的妄动 被物所障碍 经济能转悟 那么呢 则生同于法性生 注意 生同法性生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无韵生 本来就是一个虚幻不实之体 是团聚四大二成的根生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生 他是以真如不动的离体为生 所以说生为法性生 注意哦 因为既然能够转悟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万物与我同根嘛 所以说生是法性生 在277页的倒数第三行 对不对 以真如不动的离体为生 我们称为法性生 那么呢 自可原造法界 就是如来上本庙本名本觉的解体 自可原造法界 这个是出现在277页的 这个第五行 倒数第五行 如此 心是妙明心 我们妙明心 他本来就是灵命动策的 我们这个妙明心 他是离根离成 不被根成所吸附的 不被内根身外气界所吸附的 所以说我们的妙明心 是本灵命动策 这个要注意 那你万物身心本来一起 前面已经讲过了 277月第二行 278月第六行 279月第三行 这个都提过 那我都提过 那我都提过 所以说万物 身 心 本来就是同一个主义 章题首先 就是所谓的呢 已经测了法底之远 本来就是不动 不坏 那么身心 即是法界 如如不动的道场 所以说 为什么身心 就是法界的道场 你要注意 你要说 对不对 既能转入之后 则身为什么身 心为什么心 那万物跟身心 本来是一体还是不同体 这个要注意 所以说 为什么身心即是法界 如如不动之道场 这个在我们279月的第一段 都讲得非常清楚 好 那现在呢 好 你们要看这个第二段 279月第二段 你们有先做功课 我跟你说 但是 等一下 你的被物所转 不是好像被物所转 会被文字向所欺负 也不是被文字向所欺负 你会被你的六四望君所遮盖 完全障碍住 好 现在你先提笔 好 第一行 全世文 属于四四五亚法界 你要把它圈起来 好 然后呢 你在第三行当中 你有看到没有 其证报要寒色一报 为什么证报可以寒色一报 好 然后呢 接下来第三行 为什么称为一报 可以入于证报 第三行里面你要注入证报寒色一报 那一报会入于证报 这个是什么说法 前面呢 现在看第四行 小中限大 好 再看第四行的后 要接近 接近到处第四个字 大中可限小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他出现在第四行 那再看到 这倒数第二行 279月倒数第二行 就是所谓的广霞自在无碍悬门 悬门就是十悬门当中的广霞自在无碍门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好 现在你先回答我老人家的问题 围城是属于震报还是一报 围城是属于一报吗 好 那么你一毛端 一毛端是属于震报还是一报 震报是最大的单位还是最小 是最小的单位吗 很好 都已经分出来了 好 那假的我说 一个毛端可以寒色 一个国度 这个讲得通吗 可不可以讲得通 为什么一名你一直点头 为什么 只有四十分而已 毛端为什么可以寒色国度 当然 刚才已经提示过 毛端是是所谓的震报啊 国主就是一报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前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刚才已经讲过了 毛端跟国度应该如何 他说以震报设入一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在第几行可以找得到 望前翻 望前翻 我在讲 我要开始要讲如何转入的时候 对不对 已经讲了 正确的答案在哪里 所以说育美女仍然是被文字向走困住 这二百七十七月的道指第二行 由于理事无碍 所以说内根深根外气界本无二分法 所以说围成矛端可以相继 对不对 我刚才在上课的时候 这一再提醒你们 一定要注意这边 对不对 而且还让你写下叶玛 小中线大 大中线小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毅力 你只要是稍稍被文字向困住 这个义力你就没有帮我贯穿 但是呢 你刚才有讲 对不对 矛端可以寒舍国土 你只是以 医报跟正报 正报跟医报可以相舍 没有错 你这个是以语文字向 但是义力你讲不出来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你被困住了 好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279月里面的第六行经文 鱼毛端片能寒寿十方国度 你把它想看看 一个矛头能够片能 片能够寒寿十方的国土 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好 此事说明妙用自在 这个是属于世事无碍化界 在十玄门当中 他是属于广辖自在无碍门 也就是我们第四卷 第四卷 也就是在609月的第七行 我刚才也已经讲过了 小宗献大大宗献小之一礼所献之像 注意哦 小宗献大大宗献小的一礼当中所献的像 矛端就是一个矛头上 就是在一个矛头上 也就是我们的一报最小的一个单位 是正报最小的单位 是属于正报最小 那么的国度指的就是指佛刹的大宪世界 就是一佛所教化众生之世界 所以一定要注意 矛端是正报最小的 国度就是一报最大的 你要分清楚 那个最小跟最大 你要把它分出来 然后呢 这个一个矛端 他就可以寒色 寒色一个国叉 一个佛叉 那就是相当于什么 正报可以寒色一报 正报寒色一报 为什么正报可以寒色一报 因为内根生外气界 你不能二分 所以说正报可以寒色一报 对不对 正报跟一报都是什么 我们暂然极尽真主不动之离体所限 所以一个佛刹 就是佛刹的大千世界 在矛端当中 对不对 就是以一报 大千国度就是一报 入于正报 以矛端就是正报 所以说国土在矛端当中 对不对 你注意哦 你从矛端里面来看一个佛刹 从矛端来看一个佛刹 对不对 来看一个大千世界啊 那么呢 这一个大千世界 不必变小 你想想看 从这个地方 从一个矛端来看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不必变小 那么呢 也就是说小众限大 这个小是指矛端 因为你从矛端来看一个大千界 那么国土不会变小 就是一个大千界 它不会变小 所以说你矛端是不是小啊 小中限大 这个大字 这就是指大千界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哦 是以一报来入于正报 一报是指大千世界 对不对 入于正报就是入于什么 入于矛端 所以说从矛端里面来看大千界 就是相当于小中能够限大 而且你这一个大千界啊 不会变小 对不对 因为从矛端来看大千世界 这个那个大千界 不必缩小像矛端这么小 才可以见不 所以说矛端 就是说在在正报 最小的单位的矛端当中 可以限一个大千世界的一个国度 但是大千世界不会变小 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呢 国外观矛 就是说由国度外 由大千界外 来观一个矛端 那矛端也不会说 因为从大千界来观矛端 那矛端就会变得像大千界 一样的大 不必 有大千界 有一个佛刹 来观一个微小的矛端 而矛端不会变大 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 大中可限小 大中限小 比较容易了解 但是小中限大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了 就是像怎么样呢 就是像一尺的净体 它能够限千里之境 就是说在一尺的净体上面 它可以限千里外之境界 千里外的境界呢 在一尺的境界当中 怎么样 这个千里的境界 虽然在一尺境当中 但是千里境它不会变小 不会变小 仍然是怎么样 清清楚楚可以见 可以被见到千里之境 那么的一尺之境 含有千里之境而有余 就是说千里之境 被一尺的净体所含 是足足有余 千里之境界 被只有一尺的净体所含 却是足足有余 那这个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正是一正相色 就是一报跟正报相色 注意 体相及用相用 这个体是相及 作用是相入 所以说正是一正相色入 彼此不相妨害 所以说小大可以相容 小大相容 就是大中限小 小中限大 所以说五无不自在 就是广辖自在无碍门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不要以为说 在诠释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的时候 你很多人把他想到 就好像电视里面 这个科幻的镜头 是有显现 怎么样 确实错 确实错 你能够完成入信 用你的妙名的心性 来含色 现容于一切的诚信 那么小中限大跟大中限小 对于你来讲 对不对 因为你的妙名信性能够 含色能够容纳 成性 那成是不是小只颗粒为成 大致一个三千大圈界 是不是都是颗粒为成 一个大圈界是不是也是颗粒为成所组成 一个大圈界是不是也是毕竟空性 毕竟空性就是王性 王辰入于心性 你的赞然之性 自可以含荣 怎么样 大圈界 那有人讲到这个地方 老师问你 你们现在眼看我老人家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那个MP3随生典有没有 随生节是不是可以容含一部大藏经 可不可以 不用说讲到大藏经 一个随生节 你是不是可以抠 就是说可以含荣 能源经 能源经 能切经 元界经 大圣起信论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其他的花花经 还有一个什么 花源经 你看这是不是小 小中可以含荣 这么大部一个很多部的经典 很多大部的经典 可以含色在一个随生地里面 你这样想看看 对不对 所以假如你的赞然其正的心性 你可以如如不动 你可以理念 理相无守住 那么你理相 相本来就是毕竟空性 理念 你理相自可理念 恋性本空 本来就无守住 心外本来就无一法可得 所以你在探究这个能源大法的时候 世尊在诠释这个转悟举统如来 他后面也是告诉你 本无一物可转 本无一物可转 你怎么去转它 王成性入于你的妙明心性 其实这个就是转 荣成性入于你的妙明心性 你的妙明心性 假如没有办法入于成性 会变成外道所说的断媚空 所以许许多的人盲羞瞎恋 盲羞瞎恋 眼呢 他认为眼见万物 这个就是不守戒 耳听音声 这个就是不守戒 我告诉你真正的借像在哪里 真正的戒在哪里 你以十个字之内要来答复 真正守戒是什么守戒 答得出来吗 有谁可以答得出来 四句是 你说真正的守戒 什么他是真正的守戒 什么叫做真正的守戒 戒就是心戒 心如如不动就是守戒 我们的这个人眼睛里面 二十五圣元通里面 对不对 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六根六成六四 对不对 包含七大 对不对 二十五圣元通 对不对 法法都可以正的 湛然极尽的心性 所以说真正的戒 是心 是心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有讲 心是如如不动的道场 因为他是恒常如如不动 他是恒常如如不动 所以说你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 有人讲说都色六根 有人讲说老师 都色六根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艺术 他就是要叫你隆重无意书 有的人说老师 都色六根是怎么都色 好你告诉我 我现在讲你马上要回答 你眼所见的色法可以分什么色法 色法可以分什么 名跟什么 好 深层内分什么 深层分为什么层 好那笔类 你笔秀的是什么 对 很好 好 那这个地方所谓的都色六根 意思就是说 你赞然极尽的心性 不会被以色神来讲 不会被明暗之色神所谦虚 你的耳根的文性 文性 文根的文性 不会被动成 或者是禁成所欺负 有的人不被动成欺负 但是却被禁成所欺负 是不是 观世音菩萨耳根言通里面有讲 动静是要了然不生 动静要了然不生 动静跟禁成都没有办法来欺负 来牵绊的你的文性 所以说你的禁性 不被明暗二臣所遮盖 你的文性啊 对不对 不被动静成所欺负 你的修性 不被相臭 两种气味所欺负 所影响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身 不被什么 离 一根和 这二臣 所欺负 我们的一根 不被 成影里面 法臣的 深臣 跟魅臣 所欺负 这个就是都色六根 对不对 都色六根 是不是 你假如用你的 根性 来面对 来面对 所有的 我们讲 这个六层 六层 其实要讲是要讲十二层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因为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不被十二层所牵绊所欺负 这个是成为都色六根 在都色六根之当下 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那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自可 深深念出佛号 这个就是一心不乱 知道没有 所以说念佛 你没有都色六根 你只念出佛号的音声 这个是对不起你自己 对不起你自己的添然绝静的心心 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不是只有佛号的音声 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它是可以念出 你添然绝静的心心 它可以念出你的自信佛 你的自信佛 可以念出佛的心性 你的自信佛就是禅 什么是禅 禅不是盘起腿来 坐着不动 称为禅 什么叫做禅 禅是佛的心性 禅就是佛的心性 佛的心境就是禅 禅就是如如不动 不娶一笑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在禅堂里面双腿一盘 你就以为你在坐禅 你生不动 但是你心的意境却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妄念相续不断 妄念相续不断 你假如你认为 腿 双腿一盘 你就可以找到定 那你这个定 被找的 那一定有一个入定 还有一个注定 还有一个出定 定有入注出 那个不是你的自心定 那个不是你的自心定 那个是你意识心里面 自己去分的 自己去分的 所以说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跟我们大家解解法缘之实 一再次强调 念佛是要念出你的 你的占然寂静心性 不是只是念出佛号的音声 你念佛很好 老师很赞叹你 老师很赞叹你 但是你 要被赞叹 你要知道 你所念的佛号 是因声 还是念出你 战然寂静的心 你战然寂静的心 是不是就是佛性 众生的佛性 与佛的佛性有二体吗 当然没有 只是妙用 不一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探究能言经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能言大法 不比一般之法 他都是在心性上面 一再的剖析 一再的剖析 所以你这个心性不明 你很容易被文字相困住 被文字相困住 你自己却是不知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去怎么样 要去解脱 这个文字相的欺负 我们的藏然寂静心境 他本之无福 为什么我们藏然寂静的心境 本之无福 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被欺负 教授寂静的心境 本无一法可得 对不对 本无一法可得 对不对 本无一成可染 他就是这么囧偷根层 零零绝绝的 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 生是什么 心是什么 在279月的第三行 跟第四行 对不对 生是法性生 本来就是原造作片 原造法界 法性生就是以真主不动之离体为生 那我们称为法性生 对不对 那心是妙明心 为什么称为妙明心 因为他是本庙本明本觉 零零绝者的绝体 他是零零动策 我们这个妙明心 他是不被根层所欺负的 不被内根身外去者所欺负的 所以他是穹脱根层 所以说万物 与我们的身跟心是本来一体 为什么是什么 本来一体 本来就是如来上真如不动之离体首先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本来就是无动无坏 本来就是如如不动 所以说我们的身心就是法界如如不动的道场 但是这个注意 身心是指的法性生 心是指妙明心 不是说我们这个身心就是法界 这个要注意 我们这个五蕴身 我们这个五蕴身当中 他是怎么样 我们的五蕴身当中 他本来就具足有什么 法身如来 本本就是发心如来 法身如来指的是你 极灭的心心 湛然极尽的心心 所以说我们探究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你要注意 一个矛端也是必尽空性 对不对 一个大圈界何尝不是必尽空性 虽然我们有正报跟一报来分 但是他这边有讲 身是法性生 心是妙明心 本无一物可转 你要注意 本无一物可转 只要你不取一相 本来就无相可取 本来就无一法可得 请命已经讲过了 我们今天在上课的过程前 老师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今天的课程 会比上一堂课更难 因为你在这个小中限大当中 你可可信 这神通万灵 既然已经正的了 法身如来 已经有神通 这个不足为奇 电视场上看到 对不对 小中限大小中限条 对不对 那个南部有个小朋友 跟他阿嬷来上课 然后阿嬷就一直小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那个小孙子 大概可能 我猜可能是只有五岁 他没有上小学一年去 他就跟他讲 阿嬷就在做饭的时候在讲 要怎么小中限大呢 但是孙子马上 马上给阿嬷一个小小的建议 他说阿嬷 你下次上课的时候 问那个老师 他有没有看过那个阿拉登里面 阿拉登可以献出一个大巨人 那个神灯可以献出那个大巨人 那个就是小中限大 这个小朋友实在是不得了 阿嬷说 小朋友认识 其实他没有认识 电视角派可以 电视角派可以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你要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你假如没有说王臣入信 然后妙明心寒色寒荣成心 不可能 不可能弃入 你一个大千界 三千大千国度 一个大千界 对不对 可以被一个毛端所寒色 你再想想 你再怎么想 你用意识心在想 当然想不透 你再想 毛端也必经公进 大千界也是必经公进 必经公进 跟必经公进 本来就可以相容 一报正报 本来就是相容相及 你再想听起来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是不是 所以说 后面有讲 一词 一词的禁题 先千里之境 你这样想就好 所以说 没有世尊 来视线于我们所婆国度 众生如何 能够了知 你怎么转悟 你要转悟 不及同也法生如来 但是以究竟法来讲 本物一物可转 因为心外本物一法可得 心外本物一法可得 所以说 好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先翻到 这个二百七十七页 在这个地方 老师要再提示 我们上课的时候 二百七十七页讲的最慢 也是讲的最重复 剖虚的是最透明 你们一定要注意 好 你看这一个全诗文 前面这个四个字 转悟之功 你要把它用色彩曲圈起来 好 然后呢 好 你破法子 怎么破法子 你要把它圈起来 好 然后呢 天地第二行 天地与万物为何同根 好 然后呢 你四法界要误入离法界 怎么误入 好 再看第三行 王臣入性 入性主义 王臣 王臣就是万法必尽空性 心外本为一法可得 但是王臣你要入于你的心性 本不生命的心性 对不对 你若是只有消敏成 那么会变成一个断魅空 如同于外道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呢 再以你的妙明心 再容于成性 所以任何一个颗粒为成 都是你妙明心性所限 所以王臣入性 以性融成 这个才同意法身如来 你要知道这句的万力 要知道这句的万力 而且为什么如来藏 他可以圆造法界 为什么如来藏可以圆造法界 那么通常我们讲 理不爱事 事不爱理 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做权势 那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一是代表什么 无量又是在权势什么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你自在看倒数第二行 你有理事无爱的政务之下 然后内根深外去界无分 为什么 根深去界都是身心所限之物 都是身心所限的影像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第二行讲天地与我同根 对不对 因为深界无分 所以尾程跟矛端相集 相集相入 才可以谈论到 依报跟正报的相色跟含荣 才可以谈到 为什么小中性大大中性小 所以你要是要跟人家解法缘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要先让对方了解 心外有法可得 或者是本无依法可得 为什么心外本无依法可得 为什么我们要完成入于我们的心性 对不对 为什么 成 是必尽空性 为什么完成还要入于心性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你现在你再翻过来 翻到278月 老师在提示你的时候 你自己听完音声堂都听几次 你要自己问自己 你要自己问自己 你问得出来问自己自己答的出来之后 然后你在音声堂再听几次 音声堂我们有两个半小时 最好刚开始我们的这个 这一排啊 这个张居士啊 他有时候是怎么样呢 他是陪着母亲啊 在看这个电视 这个连续剧的时候呢 他一直在那边思维 他在想 转悟 悟怎么转 我本身也是悟啊 他认为是没有错啊 没有错啊 我们的音韵声也是万物之一啊 他在想着怎么转 母亲在问的时候呢 母亲就要问说 这是在做什么 他就说 妈妈是什么 他用佛理 用法理 来引导母亲来看那个电视剧 但是他口中 不说一个佛字 因为母亲目前 以他所说 母亲呢 跟真正的这个佛法 还是有的距离 但是他简移默化的 他就向母亲来了解 哦 这个就是异理哦 母亲 有时候你在问他的时候 他刚好是在思维 没有注意到母亲的问题 然后他在打的时候 母亲就马上知道他 你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 然后他非常有孝心 也有耐心 妈妈你再说一遍 我刚才在问 然后他马上就问 母亲现在在问的这三个问题 他说 妈妈你长不是这样问呢 你长是怎样问呢 然后他的母亲就怎么样 哇非常的发誓 他说我长我怎么问到 我这样我也不简单 嗯 对不对 这个张居士就赞叹母亲 其实妈妈你问我问题 我如果没有先准备好 我没办法来回答呢 妈妈在看电视 同样 所以母子 我们不能讲说这一辈子 我们讲说他此生此世 跟母亲所结的缘 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这个是孝 就优好 真正的孝 就是令什么 令双亲不再落入轮回 那你要不落入轮回 诸佛菩萨母叫你来轮回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业 让你自己随夜受包而有轮回 我们赞然寂静的心情里面 哪里有生死 本无一法可得 哪里会有生死法 既然没有生死法 哪里还会有涅槃法 我们赞然寂静的心情 离恋离相无守住 本无一法可有 可有一法可信服 他本来就没有一法可信服 那何来去转悟 本无一物可转 所以你这样子阴森塔 都听几次以后 你自己在这个277月 277跟278 你要把他都听几次 把那个义离都分析几次 可信很透明 然后你才可以进入279 才可以进入279 所以说其实我们讲 我们现在所上的这一科 其实他可以就是说前几科的一个总复习 当然老师也是赞叹大家 因为老师已经发觉到 你们不管是在于视觉上面 或者是在于轻闻阴森方面 都已经有疲倦感 但是你们还是一直提起精神 一直想要去契入 那你一直想要契入的时候 就是已经告诉自己 我不能够分成 我要提起精神 但是当然 我们这个五蕴生的难免 吃五国的 哪有可能是金刚不坏之神 是不是 所以当你疲倦之死 你可以稍微闭目一下 闭目一下 但是不要一闭目 就赶快跟怎么样 四禅八定结缘 到四禅以后就要赶快回来 有听到吗 到四禅 不要再入四空天理 那四空天理 那就不休了 对不对 你在教室里面 入到四禅八定的这种境界 我告诉你 沒有啦不咬這味道 不咬這味道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將軍師盯著 將軍師拿著嚇著的時候就說我必須要昏塵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將軍師前面又有玉莓 因為玉莓每次一講錯我就盯他 所以玉莓也是會怎樣 孩子們說也是會劈劈 不用 老師跟你講 在我們的課堂當中你答錯 那個只是在貫穿上面還需要加一點時間 再加一點時間 修行是點滴的功夫 現在眼睛看老師這個方向 你現在漸漸的不會再疲勞 因為已經漸漸自在了 為什麼主宰 因為老師天天說出你的心聲 對不對 我說對了 老師我剛才有稍微看三神 三神就是分心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你要注意 你要是覺得這樣有點昏塵 你不要硬撐 老師不是說你如果是要有一個昏塵 你就像這樣華麗成功 這樣啪在倒上 繼續四場八點五湯 即將要入獄出產的時候就要趕快回來 是不是 所以說 你已經了知了 能轉物即同意如來 但是你要知道本無一法可轉 本無一物可轉 對不對 你在面對六成境界的時候 老師已經跟你講你是都色六根最重要 存性是必定空性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數世以來都是怎麼樣 都是隨意來流轉 除非你是趁心再來 除非你是成願再來 但是成願再來的聖者 他所視線的也要跟一般凡夫一樣 他哪視線是 他哪視線讓凡夫眾生知道 他是聖者再來 魚凡夫眾 格格不入 那個不是真正的聖者 聖者 他不透露任何的痕跡的 這樣有聽到嗎 所以你如果自認說 你是什麼佛 什麼菩薩來的 我告訴你 什麼在等你 什麼道在等你 你可要知道 有聽到嗎 你不要時時刻刻想要去報道 這是很危險的 很危險的 所以每次呢 我就看到劍虹 劍虹居士 大家都知道 劍虹居士以前是在金融界 對不對 他呢 假如要說儒儒不動 劍虹他下過很大功夫 對不對 劍虹所見的 都是 都是國內國外 這個畢質的增加減少 所見的都是樹木製 對不對 大家跟他講的 總是怎樣 都都是大生理 出入不是只有千萬而已 所以要訓練 如如不動 劍虹 他是神經百戰 對不對 鈔票 大家在算 大家在看電槽 對不對 就訓練出來 你怎麼如如不動 你 不會讓你動心 即使你心動了 那你也會告訴自己 告訴自己 怎麼樣 貪賜 去何處 是不是 所以說劍虹 可以說聖經百戰 那廖居士呢 對不對 他也是禪堂裡面 是很精進的 很精進的 廖居士傳承於他的母親 他們家的菩薩 聽說這個廖居士的母親大人 在世之士 聽說禪堂的精進 是非常非常精進 非常的精進 老師是非常讚嘆 我們在座的居士 對不對 像溫居士 對不對 他不管生意有多忙 他一定會把今天的時間空下來 對不對 而且他還是滿懷歡喜心 滿懷歡喜心 是不是 我們這個教誠儒尊者 他大概就想說 老師問我 我要怎麼回答 所以說 他這樣借勵 也是如如不動 他的定功 對不對 教誠儒 是無比丘當中 對不對 第一個解 第一個解的 解 世尊所開示的 這個義理 對不對 世尊開始的義理 跟教誠儒有什麼關係 四個字 哪四個字 課對什麼 成 所以說 我們班上 有許許多多 精進的 這一些居士大德 老師都讚嘆你們 有的人 明明知道 這個義理 不乎欺辱 但是他總是怎麼樣 在普希上面 他不會再用意識性 去怎麼樣 去陷入為主的觀念 因為你一直要在這一個文字像上面 去找到物 不可能 五文字像 文字像它只是你一個很大的助緣 但是五文字像也是會牽絆著你 也是會牽絆著你 因為我們以前所受的教育當中 轉 對不對 換 上 下 下 那個都有一個意識狀態的這一個固定形狀 產生 比方我說 法法 都是障礙 有人會認為 法法都是障礙 我不去看他就好 我不去見他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眼不見為近 你眼不見 但是你什麼在見 你什麼在見 你的望視心在見 是不是你的望視心就是相當於你的什麼影 對 成癮 在善為的獨特意識當中是攀岩於什麼 攀岩什麼 攀岩成癮裡面的深層 那定中獨特意識的 是什麼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為什麼你了知法法不可得 但是你卻是被法所謙虛的 被法所欺負 為什麼 就是在這個成癮這兩個字 對不對 深層跟滅層 白天做白日夢 晚上 晚上 做什麼 晚上還是做大白日夢 對不對 那在我們的意識狀態當中 意識狀態不是你自己有辦法控制 為什麼 因為你用意識心要來控制意識心 那個是望上加望 那個是望上加望 而且阿蘭雖然是事件 他事件始終 他是 他認為他不能夠捨棄 這個怎麼樣 捨棄這個望視心 因為他要藉著這個視心 來親吻世尊所開示的法音 他還要來分別 他才了知世尊所開示的義理 對不對 我們下一科 下一科 那更是可以說出 一般眾生所很難去分別的 他認為怎麼樣 見性 因為我們眼見之物 是不是都是在我們的身外 我們眼見的物 對不對 是不是都是在身外 是不是 所以阿蘭尊者 他將什麼 他認為 見性可以見萬物 那見性就是在他的眼前 所以他將見性 跟他的身心分成二體 這個是許許多多學佛者 沒有去注意的 沒有去注意的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講到了 這個279頁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 將這一小段把它圓滿 因為下一堂課 有人聽說 老師阿蘭又起了一個大疑問了 是不是 你也一樣會有更大的疑問 你的疑問比阿蘭尊者還要大 更難以破除 好我們現在來看279月的最末一行 前文所說的 事中就是說 在這個相分當中 對不對 有官大啦 官小 乃是怎麼樣 乃是正報被一報所障礙 對不對 你正報是不是有見性 對不對 那一報是不是境界啊 所以是正報被一報所障礙 也就是說你的見性被境界所障礙啦 你的見性被境界所謙遍啦 謙就是謙遍 讓你再動心 好 死者非獨 不愛不遷注意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廣霞自在無礙玄門 不但他是不愛不遷 不障礙不遷便 先翻過來 來我們到280月 而且呢他能夠怎麼樣 能夠相及相入 廣霞自在無礙玄門的相及相入 就是怎麼樣 其相及 那用 就是他的相與用 是相入 所以說相及相入 而成為無障礙之妙用 其相及用相入 才可以成為無障礙的自在妙 用 又腳前面的王臣境界 更是神神 王臣入信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 其相及用相入 這個世事無礙法界 這個廣霞自在無礙玄門 更是腳前面的王臣入信的境界 更是神神 好 他的毅禮更是神神 比王臣就是說 這個王臣的境界 只是怎麼樣 只是劍性原造法界 因為我們的劍性自然可以原造法界 對不對 而得理事無礙而異 然後這個要注意 這個二百七十七月的倒數 第五行 你先把它記下來 好 那麼這個 所謂的廣霞自在無礙門 體相及用相入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這個才能夠顯出 這個才能夠顯出 見信的大自在的廟用 而得以事事無礙 就是說正得事事無礙法界 那麼呢 見信之為廟 五一加一 五一加一 就是說到達到四十五百法界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對不對 體相及相於用相入的 這一個境界 這是見信之為廟 這是見信之為廟 他五一加一 發揮到最究竟 此刻呢 也是以見信無礙而論 見信 為什麼 因為見信無關於 我們觀大境界 或者觀小的境界 我們見信都能夠轉物自在無礙 你要轉物自在無礙 一定要注意 278月的見分 要如如不動 不取相分 本來就無一物可轉 是不是 所以是屬於廟義中 四個廟義當中的一個廟義 好 為什麼 又兼具如來賬 不動周遠 不動周遠 就是恒常不動 恒常如如不動 是周聘法界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千地萬物乃是真心所限的影像 本來就沒有實在體性 本來就無一物可轉 那相既然是不可得 也無一物可轉 你障礙又從何而來 障礙又何而來 障礙從哪裡來 對不對 本無一物可轉 你若是見分不取相分 但是見相二分 本來也不可得 是不是 好 現在眼睛看到是這個地方 好 你們現在看 看這個左邊一行 有沒有 那個卯八有沒有 顯見不分 有看到嗎 那阿南尊者 他以來起疑問 怎麼樣 你看到這個地方 就要乘出這個地方 身 以見性各有體 就會變成什麼 阿南的這個身 你看到見性 就變成有兩個起性 然後呢 我們第二就是乘二 那世尊要來開示明萬法是一起 但是這個地方要注意 為什麼世尊不直接 向阿南開示說 見性 也可以講 見性 與我們的這個色身 本來是無二體 為什麼世尊要開示 萬法本來是一起 為什麼世尊要開示 萬法本來是一起 這個在我們下一堂課當中 我們呢 自然而然 會跟大家來 剖析非常的清楚 你現在呢 你看這個倒數 280的倒數第二行 阿南的疑問是出現在哪裡 他說世尊 假如 若此 我 現前 可以 周遍萬物的這個 建金 一定是我的 妙金明信 那麼 我的這個 妙金明信 也就是我的建金 我的建金就是我的 妙金明信 那 坚持 我的妙金明信 已經怎麼樣 已經顯現在我眼前了 我才可以見萬物啊 顯現在我眼前的這個妙金明信 可以周遍萬物的建金的這個妙金明信 顯現在我眼前了 我才可以見萬物啊 是不是 那這一個 顯現在我眼前的這個妙金明信 就應該是 理我的 這一個 武運信 就 離開了我這個 武運信 既然 這個 能夠 騙見 能夠周遍萬物的這個建金 是我的妙金明信 對不對 既然是我的妙金明信 我的妙金明信 怎麼是 我反而是在我的射身之外呢 這樣 有了解嗎 下一堂課 我們來探究 世尊如何來對阿南以及與會大眾開示 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樣被世尊的心性大法 白開示 知道沒有 所以說阿南的問題 他在這個 他問的非常的 不是說他問的很正確 而是說他問出 問出謀法持起的眾生所執著點 我再講一次 可能你們沒有辦法可以 因為下堂課還沒有剖析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有一個疑問 說你阿南看到書記商行 280頁 他說阿南白佛言說世尊 假如這個現前 可以周遍萬物的建金 因為我可以騙見 我可以騙見宇宙萬法嘛 對不對 那麼你這個可以周遍萬物的這個建金 一定是我的妙金明信 那我可以周遍萬物的建金 是我的妙金明信 他現在顯現在我眼前 所以我才可以見到 比方說我可以見到獎堂 對不對 像我隨著世尊 世尊的這個威神力 讓我可以見到四天王的宮殿 自約宮對不對 我現在回到獎堂 我也可以見到獎堂了對不對 現在我已經了知了 建金不會被獎堂的牆壁切斷 對不對 建金是隨緣 大盡皆以見大盡 小盡皆以見小盡 盡信本來就沒有大小之分 是因為眾生對於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認為法有大小 相有大小 他說既然我周遍萬物的建金 就是我的我阿南的妙金明信 那麼這個妙金明信現在在我眼前 在我眼前就是說 建金在眼前他才可以見萬物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見萬物的建金 現在顯現在我眼前 那現在變成我在見萬物的時候 那不是建金跟我的這個五印身 是變成兩個體 兩個不同體 是不是 他是說 世尊 為什麼我的妙金明信 去反而是在我的這個色身之外 對不對 因為阿南將這個建金 建在萬物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是有一個體 建金有一個體 然後呢他這個色身 他這個色身 就變成一個體 知道沒有 因為他可以見萬物 是建金在見萬物 他現在將建金 跟這個色身分成各有體 這個是一個修行者來講的話 這個沒有探究到能源大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 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 老師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這種障礙 下個禮拜 我問問題就可以知道 哪一個人可以已經遠離了這個障礙 有的人正是怎麼樣 正是迷失在這個障礙當中 好我們下個禮拜才來探究 好現在呢 請合掌 我們來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善報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重生極樂果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上品蓮花為父母 花開見佛物無聲 不退菩薩為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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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我會忘了 那個禮拜 開的禮拜 我們要的禮拜 讓閃子 再來 six 兩 兩 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